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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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一下 哎 来了 二米粒我媳妇要去参加选美大赛去了 你知道吗 好事啊 帮着参谱参谱 我媳妇要是穿这件衣服好看不 太棒了 我二姑娘要是穿上这件衣服 那就是个天仙呢 不要 这件呢 你看穿这件行不 这件我跟你说 这件衣服要穿在我二女儿身上 那它就不是二米粒 那是 马一粒 不要 这件呢 这件它要穿上了 那也不是我二女儿了 那是 猪八戒她二姨 就这件 你要回我女儿 这玩意能穿出去吗 爸 我给你一百块钱 你忘了 你是给我一百块 你有目的啊 你不知道这一百块钱是干啥的呀 干啥的呀 爸呀 他参赛这个事啊 你得想办法吧 好好好 你一定帮我把这个事办好 哎 哎 哎 我说 哎 爸 你俩干啥的 我跟爸 不是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俩当评委呢 咱们预演呢 哦 对对对对 怎么回事 赶快赶快吧 好好好 赶快赶快 准备一下马上开始了 二米粒 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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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领导们 大家好 情况是这样 我们社区啊 要搞一次大型的选美比赛 拿到冠军的 要代表我们社区 参加全省的选美大赛 奖金是五万 而且当场兑现 我们家呢 派出的选手是二米粒 好 为了帮助他尽草的 进入比赛状态 我们要模拟一次比赛现场 接下来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四位重量级的评委 四位评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下边我们要隆重地介绍一下 一号评委 老范同志 好 接下来 介绍二号评委 完美丈母娘 老米女士 谢谢大家 三号评委 前世峰 民营企业家 大家好 我仅代表我们业界的几个好朋友 马云 王健林 李嘉诚 居住本次大赛 圆满成功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能不能严肃点 好 接下来 龙初的介绍 四号评委 该评委 是劳动者的代表 被誉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古典美女 大米链 闪亮登场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呀 哎呦 哎呦 这什么玩意 这什么惊惊啊你啊 不是这美女 主持人 说话出点意义 说谁女儿像蛇呢 有这么粗的蛇吗 这就是个忙 什么忙 忙 对对对 忙 忙蛇 四位评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严肃一点 好 来来来 爸 电话邻居们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本次大赛 夺标大热门 艾尔米利尔女士 闪亮登场 好 好 二敏啊 打起精神来啊 你这次非常可能要获得冠军 为什么 因为你参加的是中老年组 你的对手都是妈这个级别的 连你大姐这个档次都没有 但是大姐夫 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明白 因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中国大妈已经成为世界品牌了 我绝对不能轻心 对 好的 非常好 接下来是选手自我介绍 开始 大家好 好 好 我叫艾尔米利尔 我 我今天能 能得这个冠军吧 我心里特别的激动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夫 我的老公 金冠加多宝 还有冠军 你干啥呢 昨天给那个冠军伤了 什么冠军伤 你还没比赛呢 还没纳冠军呢 你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呢 对啊 我还没投冠军呢 对啊 你还没得呢 对不起 我有点太自信了 不是 我有点太紧张了 太紧张 放松啊 二米亚现在是自我介绍时间 时长是60秒 开始 等一下 诶 干啥呢 扣眼珠子 等着呢 哭了 各位皮困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我就失去了妈妈 停 咋的了 说这什么玩意啊 你还没出生 你就失去妈妈 你从哪儿出来掉 我从一把罐里 耗出来掉 哎呀 我太紧张了 再来一遍 对不起 各位 你别瞎说 你从事 放松啊 放松 好 还是紧张 各位皮困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我的爸爸是谁 是我 孩子 这说说着 还爸说没来 这是你唯一的爸爸 哎呀 紧张了 重新再来一遍 再来吧 再来吧 各位皮困老师 大家好 行了行了 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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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先帮我生出来呀 你什么来呀 你在里憋会吧 生什么主来 这什么胡说八道 这不是啊 爸 你能不能没事的时候 你看看电视啊 电视里边选美 不都这么整吗 这叫悲情牌 不懂你别瞎说牌 哎呀 二姑娘 可别悲情了 你这一悲情 把你爸悲情称鬼了 把你妈悲情出鬼了 街坊里女都找不着鬼了 妈这一世的清白 让你全回了 哎哎 那个评委啊 说话要注意素质 啊 妈 人家前日发给我上了一功课 说人家到时候 把评委和观众都整哭了 能给我打高分 你也吵架 哎呀呀呀 我是让你打点悲情牌 说点感人的 你不能把咱爸 咱妈都说没了啊 把你说没了啊 你别说我呀 你说点智商比较低的 比如说大姐 说大姐 哎哎哎哎哎 干什么玩 把谁说没了呀 把谁说没了呀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啊 评委啊 不要有亲相亲的提示 对对对 明白不 加油 二鸣开始 好 各位听伟老师 不管咋说 我都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正要从我的童年说起 那个时候 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特别忙 是我的姐姐 对我不离不弃 每天陪着我 虽然她长得比我差远了 我差哪儿了 不说话 不说话 虽然她颜值不高 智商不高 说啥呢你 别说话 虽然她颜值不高 智商也不高 但是她却有一颗美丽的心灵 你说我啥呢吧你呀 你看 脾气还不好 记得小的时候 我的姐姐每次都骑着我爸的二八大自行车送我去上学 她每次上自行车的时候 一片腿就把我踹下去 一片腿就把我踹下去 她自己还不知道 乐呵地骑着自行车就去学校了 结果我迟到了 第二天我的姐姐想到了一个不旧的措施 那就是掏当事其法 掏着掏着 我们走在路上 就看见前边有一个臭水抛着 我的姐姐亲切地对我说 二迷别害怕 把眼睛闭上啊 姐使点劲蹚过去 我把眼睛睁开的那一个瞬间 我看见我的姐姐就在臭水抛着的对面 推着自行车正在四处的找我 我大喊了一声 姐 干啥呢我哥这呢 我又迟到了 第三天 我对我的姐姐说 姐 这次咱别走我的臭水抛着了呗 我姐说行啊 但是为了你的安全 姐还是把你放前面车框里吧 我说好的 于是我就坐在了车框里 骑着骑着 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口井 我就说姐 小心点前面有井 井 我姐一个急刹车 瞬间我就从车框里射到了井里 我就觉得 你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 纵神一跃跳进了井里 把你揪上来了 把井给盖上了 参赛选手 别瞎死我 这可不是瞎死我 我做这 多亏我跟你妈及时赶到 把大米一人一条腿 愣给拔出来 你也真行 你自己爬出来不就完了吗 废话 我自己能爬出来呀 这不卡住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 快回去吧 快回去吧 好现在评委给参赛选手打分 打分 打分 对对对 太多了 十分 零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十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零分 参赛选手这轮没分 给人分 哎哎哎哎 你怎么多打零分啊 不是我这你看就很明显 我写一 爸他一拐我 都变成零了 爸 不是我那睡了整个 胳膊不好使 哎哎哎来来来来 哎好 下边进行第二轮 哎 知识问答 哎好 请评委出题 今天 大西菜行 市场排价 黄瓜 每公斤多少钱 不知道 能不能换个评委出题 不是你 这是搅和不 怎么搅和了呢 还是参赛 也不是买菜 你会还会多钱一斤 干啥呀 爸 这是选美大赛 又不是厨艺大赛 我知道黄瓜多钱一斤 干 我知道买就得了吧 哎呀妈 那选美大赛 也不是选花瓶 人家得要那个有文化 有素质 有担当 有情操 他不是说 这样你人家 光有个驴脾气 你还有啥呀 妈 他还有个妈 你说我二姑娘驴 哎 我觉得她的驴的还不够呢 妈妈 这你对我最好 各位评委老师 我的爸爸 从小就不待见我 记得有一回 与个老师留作文 让写我的父亲 我回家点灯凹游 坑吃别肚的憋完了 拿给我的爸爸看 我的爸爸看完 之后说 什么歪了写的呀 我跟你重写 第二天 我把座人交给老师 老师发 我站一下屋 为啥呀 他写的是我的爷爷 什么都废话 我那父亲不是你爷 是谁呀 老师让我写 我的爸爸 不得写你吗 哎呀你们老师出题 有问题 还非得写你的爸爸干啥 就写你的母亲 我不就写你老了吗 妈 你别吵我了 你看着 看着没 你是他妈 她是你女儿 不是 她都跟你这么说话 这不就是个驴吗 驴啥驴 我二姑娘最孝敬了 她还孝敬 哎你们大伙看看 我这身好看吗 好看啊 好看吧 我二姑娘说了 只要我支持她 给她打高分 下回还给我买条裤子呢 对对对对 哎二米还说了 这次我要支持她呀 她把不穿的衣服都给我穿 是吧二米 哎哎哎哎 怎么回事啊 哎你们两个评委受惠是吧 你是不是忘了 你偷喝啤酒的时候 是谁上楼下给你买的烤串 你四方钱忘放哪的 是谁帮你出的招 还有一次 你藏钱都忘藏哪的 是不是我帮你找着的 你要再这么对我的话 你信不信我 现在就让咱家洗手间 把座边上面的水桶里 那个小缩带拿来 给我妈看 二姑娘那里是啥 啥呀 瞪啥眼睛啊 那小缩带里有七十块钱 我藏的四方钱 揭发我吧 你拿出来吧 拿出来交给你妈吧 就那七十块钱 我现在 我在乎七十块钱 我现在是有钱的人 停 一个老东西 手里这钱 哪来的 说 说 钱是不然给我的 不是 钱是不然钱 为啥在你手里呀 他就跟我说 说让我把二米利 参赛这事给搅和黄了 以后一个月就给我一百块钱 哎呀爸呀 你把这事说穿了干啥呀 钱顺份 咱俩还是不是亲两口子呀 媳妇你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 我告诉你 就这么多年 我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 你还这么坑我呀 有意思吗你 不是我 顺份 那顺份 妈可真看走你了 她是你媳妇 就这么一个心愿 你都不支持她 你 你坑了她了你呀 这孩子呀 顺份啊 你过去一直坑我 我还挺生气的 今天你大姐夫彻底释怀了 你不光坑我 连自己媳妇都坑 有顺份啊 你做的太不对了 你说二米 别说我了 正因为她是我媳妇 所以我才不愿意让她去的 为啥呀 媳妇啊 你这关要是过了 你得去省里参加决赛 我都打听过了 一来一去得二十多天的 还得去参加培训 你说就她这驴皮屈 事事都要争个第一 去参加培训 不得八层皮啊 她好不容易怀孕了 我心疼 我觉得顺风说的还是对的 顺风考虑的比较周全 是吧 喂 怎么的 二米参赛资格被取消了 咋回事啊 为啥呀 老年组 是六十岁起啊 还好了吗 那我明白那我明白了 啥 我妈条件符合呀 而且呼声很高啊 妈 你参加了吗 不是 说我呼声挺高啊 呼声很高 那我得参加呀 这人哪 必须得有担当 好 行了 我妈参加 妈 别闲着了 赶快准备一下 快把衣服啊 快快 妈妈加油 把眼药手上准备好了 好 一定要打出来 你拿这一百块钱 干啥呀 你要把你妈这事搅和黄了 以后每个月我给你一百 不是 妈呀 搅和黄了没问题 二百 全水分 我也心疼我媳妇啊